幼鸟逐渐撞术 青鸟带食物回潮的频率相对的降低 但所给的食物则更大更完整 步入青少年起的幼鸟 一般称为亚成鸟 会从学习处理食物中 逐渐培养出猛禽必须有的技能 不过 它似乎还无法像青鸟般的驾轻就熟 因为它的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让它紧紧抓着食物并撕成小块 它只会将食物整个吞进胃里 在胃里慢慢消化 一些无法消化的东西 如蛇的骨头、鳞片等 会在胃中结成石碱 然后吐出体外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